在我们节目里面 我们非常在乎这个电动车自驾车的发展 你说现在电动车自驾车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这个里程碑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丰田张南也就是丰田以前的Toyota之前的社长 他居然认输了 他居然讲我是一个老人了 我有我的局限性 我要下台了 我要交棒了 这个交棒怎么 他就对特斯拉认输了 为什么要在特斯拉认输 因为这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电动车的销售率已经到15%了 他已经到了一个甜蜜点了 如果这个时刻丰田在不急急直追 你说丰田这么大的集团 竟然有可能覆没掉 包姐这个消息就是丰田的这个社长 丰田张南他卸任 他要给新任的这个社长佐藤恒志来做 佐藤恒志是53岁 那为什么 因为年轻人才能够接棒 而且丰田张南的去指 其实告诉你一件事 电动车时代 日本要全力追赶的 他之前不是讲我要搞电动车了吗 没办法 他彻底认输 彻底认输 丰田张南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第一个他是丰田创办人的 他们的直系血清 所以2009年在丰田 所以风雨飘摇的时候 他出来接掌丰田 那时候不是还被交到美国 国外去骂吗 就没想到他的执掌之下 现在的丰田已经连续三年 坐稳全世界燃油车 出货世界第一 而且他目前的市值 是全日本第一 他这么好的成绩 可是他还是说 现在丰田最大的基因丰田 就是我一直担任社长 因为他是老一辈 然后感到作为造车人的局限性 我认为有必要在新的时代引退 所以新的时代来了 那是什么时代 那就是电动车的时代 他正式认输 保险我现在 我说的是正式认输 他对谁认输 他对伊隆马斯克跟特斯拉认输 保险事实上 在特斯拉2009年成立的时候 他最早工厂在台湾对不对 但后来的工厂到加州去 他在加州的工厂是谁卖给他 丰田卖给他 他一开始2010年的时候 丰田当时才投资特斯拉 他当时是特斯拉的大股东之一 丰田投资过特斯拉 然后当时丰田跟特斯拉 还要合作发展RAV4的电动车 还说你未来的 你特斯拉帮我做这个电动车 结果没想到 他们两个互相合作了没多久之后 好像可能意见有一些不合 就是RAV4推出来之后卖得不好 所以丰田就认为说 这个电动车根本没有搞头吧 没搞头 所以他在2017年的时候 他就把所有的特斯拉股票出清 然后赚了大概约莫4.7亿美金 他就觉得说特斯拉 我都跟特斯拉合作过 那特斯拉没办法做出来 所以就算了 我们就这样子 2017年居然把他所有股票都卖了 所以特斯拉其实跟丰田 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丰田就说 那我们显然 这个电动车不是我们发展的状况 但是因为在丰田的帮助之下 特斯拉也获得很多资源 我刚才不是讲吗 特斯拉现在的加州共产 就是丰田用低价卖给他 因为他们原本要合作 那另外一个 这个特斯拉最早的电池合作伙伴是松下 松下也是丰田去牵线的 松下他跟丰田都是属于三井集团 所以等于是他帮他铺电好 那丰田后来认为说 我不刚好电池车 我就没有去发展 就被他现在反过来 现在他就他认输了 他都离职了 离职就告诉你 他对特斯拉认输 对伊隆马斯克认输了 而且这个战争 有这么惨烈吗 他有可能变成第二个柯达吗 因为丰田当中来 通过他多大的一个集团 他居然讲 这不是取胜而已 这是攸关生死 黄健 他其实讲的就是为什么 现在日本会很紧张的原因 因为是攸关生死 我们曾经在节目上讲过 日本的造车产业 整个汽车产业 占他GDP是20% 他的工作人员 如果辐射出来有好几百万人 所以他们的燃油车 如果在未来的电动车里面 覆灭之后 这对日本来说 是真的伤筋动骨 燃油车会覆灭 现在为止燃油车已经 这个我们电动车的 这个市占率已经来到15% 我们曾经说过15%之后 就是个快速的 转换起了这个时间 搞不好在未来十年之内 电动车完全 燃油车完全不见了 请问你丰田现在该怎么办 那你知道丰田商人也不是不知道 他在过去2021年 他说我们要开始大发这个电动车 问题是他出了第一款 叫BZ4X 就出了之后卖得很好 但是卖没多久之后就召回 说可能我们里面有一些设计 出了问题 因为为什么 因为电动车跟传统燃油车 是不同的 概念不同 他的概念不大 他是比较算是软体比较多 而且他现在的晶片比较多 我们曾经说过 一个燃油车可能只要8颗晶片 但在电动车要8千颗晶片 请问你 我才刚跨入这个领域 我晶片从哪里来 对 我要大量生产 我连晶片都拿不到 而且我给你8千颗 你还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对丰田来讲 这个学习刚刚开始 那同理可证 抱歉 攸关生死的不是只有日本 不是只有日本的汽车业 德国汽车业也是一样 德国汽车业占他整个GDP 也大概是15%左右 所以为什么德国一定要 台积电去设厂 你多到日本设厂的时候 日本未来有晶片 我们德国没有 所以为什么我才说 事实上这个晶片法案 都纳禁台湾 要排除中国 事实上某些程度来说 事实上日本跟德国 也看得越来越清楚 现在在未来的电动车里面来说 中国搞不好才是最大的敌人 所以说 现在中美之间 是一个晶片战争 在中美之间 也是一个电动车的战争 而这个电动车的战争 就引诱了日本跟德国 站在美国这边 去对付中国 因为现在中国在比亚迪 在全世界卖得真的非常好 现在在欧洲车厂里面 有10%的电动车 其实是来自中国 比亚迪 我也想要你那些公司 甚至现在今年 今年比亚迪要卖到日本去了 所以日本他很紧张 万一这个市场完全没弄 所以现在电动车 最大的国家是中国 对 好 那除了中国的压力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压力是什么 因为特斯拉 他现在开始降价 特斯拉现在 1月6号开始 这个开始降价 他一口气就降了4.8万 各国都全部降价 就他一降价 只有台湾不降 对 台湾应该接下来 只有台湾不降 对 好 而且他现在一降之后 中国的小鹏 中国汽车开始降 他也降了3.6万 结果今天这个福特 他的电动车 他也降价 所以现在大家开始降价 沙价抢市场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说 过了15%的门槛之后 这个速度会非常快 因为之前苹果也是一样 苹果第一支智慧手机 推出是1994年 但是一直到2007年到2009年 2007年苹果推出iPhone 2009年才推幅15%的甜蜜点之后 你看现在全部都是智慧型手机 几年的时间之内 就一定完全会是智慧型手机 所以现在如果是15%的话 我跟大家讲 大概不出10年 不出10年的时间 可能搞不好 这个所有的燃油车 就完全会被淘汰 你说 如果丰田不改变 Toyota不改变 10年之后 没有Toyota 它就会负面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丰田 在这个时候 明明今年是丰田最好的一个 那它前一阵子的市值还40兆日币 创了日本有史以来企业的新高 就它在这个时候说 我会阻碍 我是生死的教官 你不觉得很莫名其妙吗 我是老人了 我会阻挡整个发展 对啊 而且它说是攸关生死的战斗 想说他们不是卖得非常好吗 其实真的 如果它再不改变的话 10年之内 Toyota可能真的会消失 好 刚刚讲到的 当你要进到了 这个所谓的电动车的市场 你要自驾车上 一个车上面有8000个晶片 而且这个8000个晶片 跟手机晶片不一样 它要耐高温 它要耐这个 水平东耐环境的这些恶劣 要耐脏 非常非常难做 而且现在这些公司 也都找上台湾了 对 你找不到台积电的话 你根本做不出来这些事情 我跟你讲 车用晶片跟以前过去的晶片 我们熟知的先进晶片 完全是两件事 完全不同吗 我举例好了 这个iPhone什么时候可以用 iPhone官方告诉我们 建议我们在零度到35度 中间使用 你开台车 机面放在引擎室温度多少 平常夏天是100度 冬天是零下-20度 我就问个很简单 你今天iPhone这么敏感的东西 他告诉我说 最好在零度到35度直接过用 我常常下午40 50度 30几度大太阳一会秀 它会秀抖的 可不好意思 你机面不能秀抖 我放在车子里面 放在引擎室里面 放在引擎室里面 那个最精密的那个高计算 不好意思 高温低温 你都要运作如常吧 一个车用晶片要比你的手机晶片 更耐高温 更耐所有的极端气候 而且我们平常用iPhone 会下雨吗 不会 会有灰尘吗 会有泥土吗 我可最讲 会有撞击吗 iPhone掉地上坏掉就坏掉 对不对 可你知道吗 车用晶片它要求到什么程度 我车子被撞击的时候 车用晶片要完全运作如常 是不是运作如常 比如说以冰室安全系统来说 它车子会抬升 收拾台会垃圾 气弹会爆 甚至会放出一个音波来浪点耳膜 不要被撞击声去受伤害 这都是在撞击的过程中 车用晶片要运作如常 请问iPhone 我不是说瞧不起iPhone 跟两边规格原本上不一样 对 更遑论车子要什么 所以说 现在的车用晶片 也不是过去的车用晶片 可以想象到的 对 而且更遑论车子要什么 上上下海 上上下海最基本遇到什么 泥巴 灰尘 雨水 这些东西我要跟大家讲 过去旧式的车子都没有问题 旧式兰油车没什么晶片 里面晶片了不起 就是radio之类的 把那个打开 这个灯那什么 那都没问题 可是问题现在叫做电动车 现在电动车是什么 我最核心那个CPU 要不断地帮我运作 帮我去计算 我如何去跟车 如何自动导航 如何驾驶 这些东西的时候 遇到大太阳 遇到下雪天 都要运作如常 很难 还就是最关键 车子是不允许当机 手机可以允许当机 什么意思 我今天雷波都开到一半 我就休息了 就你给我当机撞上去 请问会不会把特杀告死 会不会把风 假设风景一定告死你 我手机当机当机 我当机就重开机 我就冲罵两句就好 我手机比如常常讲说 什么给三星代工过热 等等超频的当机 请问我开车 开个机片过热 请问我怎么办 我告诉大家 现在开车的时候 连脚踩煞车 那个煞车需要 都不是极限式 是电子讯号 你如果那个煞车的 车用电体机片 当机的话 你就觉得 堵到跪了 撞墙了 这不允许当机的 所以量力要超高 所以未来车用机片的量力要更高 你的准确度要更高 你的耐收度要更高 然后环境更显乐 然后更冷更热 然后更麻烦 一堆杂物 一堆noise 我们说杂讯更多 所以车用机片真的很难做 所以你看过去要买 就德国的英飞林 荷兰的恩资旁 欧洲两倍 一发半导体 其实以前台积电 根本不碰车用机片 为什么 整个台积电在过去 2020年以前 车用机片在台积电 营充占比较4% 因为很简单 在台积电立场 你们用旧制程就好 站在车厂立场 因为不允许当机 我希望量力高 稳定 不见得要预算出这么快 所有都用28奈米 40奈米 稳定最重要 稳定最重要 可是问题是现在不能求稳 为什么 因为大陆L2L3L4 我不断来凭计算 运算速度 NVIDIA要插入 所谓的车用机片里面 特斯拉说我要两个超级机片 做大脑两边来比对 然后确定一个正确的路径 让特斯拉去开 去做自降 我不可能再40奈米 但我如何在5奈米 乃或于3奈米的超高技术时下 寻求量率超高 技术稳定 环境显弱机片 可以照样做的 只有台积电做得到 所以难怪台积电的车用机片的营收比例越来越高 所以说在疫情之前 台积电是不做车用机片生意 为什么 因为对来说是成熟制成 我让其他半导体来做 我去专攻7奈米 5奈米 3奈米 2奈米 1奈米 可拍摄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今天车场要做出一台车 在显恶的环境可以开 可是又足够聪明 然后又不要常常当机的车子的晶片 不好意思你只能找上台积电 你如果没有跟台积电结盟合作 不好意思你根本没办法往下走 所以我刚刚讲 英飞尼 恩智普 一发半导体 全部找到台积电 研发5奈米的车用机片 所以这个就是未来的机器 东来台湾 全部都爱台湾 全部都吃台积电的产的 所以为什么 难怪欧某现在这么在乎这个东西 所以为什么欧某说 拜托你台积电去欧洲设厂 28奈米都没关系 原因很简单 你台积电要先设厂 后面才有升级的可能 他们知道靠自己 EVAIDING 恩智普 一发半导体 没办法应付下一个世代电动车 所以刚回到丰田张南这个事情 你丰田张南要做电动车 不是靠你原本 所谓的那个Toyota的造车技术 Toyota造车技术 可以造成很好的车子 当你车子要注入智慧 这样靠晶片 这个需要台积电 所以董事长 刚刚讲的世界真的是 非常紧密相连的一盘棋 本来以为说 中国要拿下台湾 那是一个地缘政治 搞了半天 它跟这个车厂 跟这个自驾车 都有关系 搞了半天 欧盟向美国低头 跟台积电也有关系 对 而且非常意外 这个时间突然间提前 你看最近很简单 去年年底 最重要一个人事新闻 鸿海找了蒋上益 蒋上益去鸿海干嘛 对 去鸿海干嘛 对啊 蒋上益是什么专业 半导体专业 对啊 他去鸿海干什么 表示鸿海要干这个车用半导体 这是百分 他不讲嘛 他把蒋上益挖出去 目的就是要吃这块市场 所以我曾经听到 他们的负责人很得意的跟我讲 我们现在手上有讲上一眼 你搞清楚啊 表示今年会有不一样的故事会发生嘛 这个车用半导体的大战已经开始了啦 是 因为我们的iPhone 基本上是弱电你知道吗 那这个车子是什么 高压电 他有高压转低压的问题 对不对 他说那时有快速电流进来 如果你一般基本上就爆掉了 对 所以他就很多 包括车的电流的电流速跟压 跟高压低压的转换的条件的问题 他不是一般的半导体 所以这个东西现在全部要回到 所谓的电动车 然后要回到所谓的自动驾驶 回到AI智能化的概念 对 那智能化不是说是 今天以过去一个半导体 开关 on off 它智能化包括什么智能化 包括你电池管理的智能化 对 你电池管理智能化 你拼不拼开了电池 拼不拼开吗 是这样子吗 不是这样子 他要懂得用AI来管理 让你电池在使用的时候 是最经济情况的使用 你要在stand by带车的时候 你是带车的使用状况 他每一种的AI 他有高度智能化的管理 他有多少晶片 对啊 所以说你刚刚想想看 八千个晶片 你认为很多吗 不多 不多嘛 所以未来是拼 就是拼这个东西 所以他不是所谓的 所有的车辆的控制系统 包括他的电池的管理系统 包括相关的安全系统的控制 那个整套的东西 还有这些data日后的管理 他回去之后 这个晶片还有更重要的 他回到各车厂 重新做下一个 世代晶片的设计的基础 对 他要路上路跑以后 他才知道 所以换言之讲 谁先干 谁就赢很多很多 那现在呢 我们刚刚讲的Toyota Toyota做了一个技术上的错误 他一直相信两件事情会发生 第一个就是hybrid 他是油电混合 混合 他认为有一段时间 是属于油电混合的市场 现在发现没有这个 跳过去 没这个时间给你 有任何挂掉 没有了 这是第二个 还有第二个什么 他的轻能源 轻能源 轻能源是个大的一个投资方向 这个部分 目前也没看到结果 所以这个所谓的 他这个丰田的 丰田血统的设厂 他这个日本非常有勇气 他们完全承认错误 要完全要退出这个市场 交办给年轻人 以前特斯拉大家都说了 他可能是未来 智慧型手机的苹果 就没想到现在反而 国外媒体认为说 他可能会是电动车界的 这个黑煤机 因为我们的黑煤机 现在为止来说 已经几乎是消失了 所以也就是说 他好像是泡沫一样 可能会瞬间长大 然后就消失的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 为什么他们会下这样的结论呢 因为第一个我们先从特斯拉的股价来说 过去伊隆马斯克是全世界的首富 他的这个身家比第二名高很多 而且那一个这个特斯拉的这个市值 可以突破一兆美金 这个是很多人一辈子都做不到 他做到 但是他做到之后 他也是变成是史上财富 增发最快的富豪 你看他去年一年的时间里面 那股价特斯拉的股价 从最高点 约莫是300-400块 跌到最低点来说 已经增发了72% 也就是说这么大幅度的这个增发来说 第一个让很多股东都很失望 再就是什么 因为你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开始降价 原本的很多死中的民众都说 我买特斯拉不会跌价 你还承诺我们不会跌价 就不要跌价 就让很多死中的客户相当的不满意 那你更不用讲 你原本是王者 但是问题是 今年有非常多的这个电动车 从Volkswagen 或说连Sony都要跨入这个领域 还有很多的福特GE 然后现在还有中国的厂商 大幅度的进来之后 今年会变成是一个血战 那血战的过程里面来说 对特斯拉比较不利的是说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电动车的市占率 已经要突破15个% 那电动车超过15% 是什么意思呢 你过去的任何的产品的经验是 你只要突破15个% 比如说以智慧型手机 它突破15%之后 它的成长速度会非常快 成长速度非常快的时候 会有新王者会出现 苹果就是在后来出现的一个王者 所以之前或许特斯拉是王者 但是15%之后来 你会不会是王者 会不会出现是个 大家都是万家烤肉 这个大家香 只有你自己一个倒霉的状况 或许会是今年 特斯拉的血造也不一定 但是事实你说 要降价的话 通常如果你只降一点点 对于我还没有买 我想买的人 大家不会抗议 但问题是它降价降太多了 如果说一辆车 同样一辆车 它新测价差了台币40万 那我就不能接受的 特别是在美国 美国有些 因为美国在今年 还有一个康同盟法案 美国会再补税给你 就是让你降税 所以那整个幅度会非常大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Model Y 它降价了1.3万美金 然后降了之后 变成售价是5万2千9百9百 它可以获得7千5百块的 美国的这个奖金 所以最后是用 4万5千4百90 所以折合可以省2万美金 凉美金你算是60万台币 所以一台车差60万 你知道当然车主会很生气 去年买的 结果就是今年已经差60万 它当然会火大 你看我们就以它最近 降价的这个状况 Model 3 然后这个降价 约目是这个6% 然后Model 3 Model Y降最多降20% 那你看 因为Model Y是它要主打的车系 就要降最多被它骂死 然后Model Y的 效率降了19% 然后Model S也是都 都降大概一层到两层左右 所以很多人就非常不满意 就是你怎么会这个样子 就你知道 它在美国被骂翻了 它在推特上面 还有很多人去跟它反应说 我一辈子再也不要买特斯 这辈子再也不买了 对 亏我那么爱你 就你这样这样说 降这么多 这不是不寻常的事情 对 当然是不寻常 为什么不寻常 第一个是说 它要去抢 因为今年美国 有所谓的补助方案之后 大家都降7500美金 你跟人家的价差拉得比较 因为特斯拉在过去一段时间 它的定价就相对比 别人高一点 因为它享有的毛利比较高 那既然大家都要降价 那我就跟着降价 而且它主动跟你杀价 也就是说它也知道说 我们刚才不是说 过了15%之后 那个成长幅度会很快 所以我领先在这个时候降价 希望能够抢更多的 它才要冲更多的销售 更多的量 虽然说我价格是下跌 但是我量增加 或许我整体获利会增加 那为什么它会这样想 我们讲事实上之前 有一个研究报告就说 丰田每卖一辆车 它还赚1200块美金 但是你用特斯拉来说 它每一辆车 可以赚9570美金 也就是说 快要九倍 对 也就是说它可以降价 所以我降价的时候 搞不好你就赔钱 所以它可能是用这个方式 把你挤压出市场 但是无论如何 你降价还是伤了很多人的心 至少那些忠诚的铁粉 就对你真的是切心的要死 不只是伤荷包 其实伤的是心 更难平复的 对 那我们讲 事实上在美国是这样 美国已经伤了很多 一大票始终粉丝的心之外 在中国也是一样 很多人们不爽 他去特斯拉的店里面维权 去抗议了 我们之前买了特斯拉的价格 那现在怎样 价差那么大 那又不爽 就开始在那边维权 所以这些人不是去抗议的 他们是去抗议 他们不是去买车的 对 他们是去抗议 抗议说你什么这个样子 而且后来被人家说 同业在那边山洞去那边 那当然这是一谋论 但是你看大家都显然 对你降价非常不满 那特别是说 对一些二手车商来说 那过去为什么特斯拉 能够维持一个 相对比较好的形象 就是他蛮重视他的二手市场 他的二手市场 大概跟一手市场的价差 都不会太大 所以也就是说 因为你的一手市场 价格很坚挺 所以我二手车的市场也很好 但问题是你现在降价之后 整个二手车囤货了就完蛋了 你看这是在广州的 一家这个二手车厂 你看小锤二手车厂 然后他就不收特斯拉 他挂出来不收特斯拉 对为什么 因为你一直这样 你去年就讲了多少次 你之前在涨价OK 但是你降价 绝对他们很惨 我的新车价都会比 二手价还要便宜了 他就说什么 他说特斯拉的性价比 不足以支撑他的价格 说实在的 很多人开过特斯拉 都觉得说 他好像不值这个价钱 但是问题是 他的溢价在什么地方 溢价在特斯拉这个品牌 溢价在伊隆马斯克的身上 可是伊隆马斯克的神话 破灭之后 这个品牌形象也破灭之后 他当然就不止这个 所以他说基本上 我收一辆车 平均要亏三万到四万 人民币左右 所以他现在都不想做了 所以对特斯拉来讲的话 二手车价格撑不住 那一手车价格大幅下跌之后 当然对他整体的形象 至少就今年来说 很多人是对你不满的一个情形 好所以说到特斯拉大降价 其实说到为什么要这样 你刚才讲到的可能是一个价格战 价格上面的竞争 但是没有想到是跟一个神奇门槛有关系 对没错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15%的这个神奇门槛 因为事实上 你看IBM他在1994年 就推出了这个智慧型手机 SIMON 但问题是这个智慧型手机 一直没有这个诚信 甚至我们最早还有PDA等等 一些类似是智慧型手机的东西 但他一直没有办法成为市场的主流 他一直到了后来苹果推出的iPhone之后 整个智慧型手机突破了15%的 市占率的这个甜蜜点 就开始快速的这个增加 现在我相信 大家应该都是用 就是市占率15% 就会启动一个世代交替 那目前为止也是一样 因为目前为止车的市场是 这个传统的燃油车跟这个电动车 那你看他这个点 约莫出现在这个时间点 你看过去这个渗透率是2% 4.6% 9% 12.5% 在今年可能会出现一个从突破15% 你看他突破15%之后就来到23% 32% 就是10% 10%的快速成长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是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以前你是一家独大 大家可能都没有进来这个生产电动车 但是现在是众家车厂出来 搞不好是会乱拳打死老师傅的这样的感觉 你看为什么这样 我们前一阵子刚好CES展 CES展的时候你看Volkswagen 他推出了ID7 他事实上从ID3 ID4 一直你看最新的这个车 它是一个纯电动车喔 对纯电动车 而且它整体是导入了人工智慧 听说你可以跟它对话 你可以用很简单的命令跟它说 我要我的手很冷 然后就帮你加热 等等各式各样 你看很酷炫的这个 你看Volkswagen的车 它还会自己变色 就是还有各式各样 它是跟Honda他们一起合作的 他们有一个Alfila的这个概念车 因为Sony就主打什么 主打第一个 我这个影像处理系统很好 而且它说结合娱乐 很多PS的这个娱乐系统 就在这里面 它也还蛮不错 另外还有BMW BMW也推出一个全新的这个车子 你看它车子 它也是五颜六色的这个装扮 各式各样的东西 所以你知道 这各家车厂 都在拼命推出新的车子 所以你看 你看了这些 我跟你说它是电动车 你还要买特斯拉吗 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陈颖一定也相当有感 对 她刚才 她说她很重视车的内装 那我们知道其实很多人 都看过特斯拉的内装 你会觉得说 她的内装真的有点阳春 我觉得这就是特斯拉 她目前为止可能还抓不到 很多像类似陈颖这样的 观众的新的原因 那这不是只有陈颖自己这样想 你看连这个浙江 这个所谓吉利旗下的 这个极客电动车 她说什么 她说特斯拉对中国买家的 这个理解不准确 怎么说 她说因为他们的内装 缺乏中国消费者 正在寻求的高级感 我们讲特斯拉 你一台车是两三百万以上起跳 结果你的内装 好像是五六十万的 大家觉得说 这完全搭不上来的感觉 你说这其他的车子 你还可以选配啊 可是特斯拉是没得选的 对啊 所以你就觉得说 这个真的是 而且有人就曾经说 他的组装的感觉 那个所谓公差 好像就是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觉得他等于是在很多小细节上面来说 的确是做得不太好 所以你看他最近一段时间 他在中国的市占率也是节节 不能说节节下往 他在中国的销售成长率 就没有别人那么好 我们如果对比他跟比亚迪 你看他去年的销售量是五十九%的成长 可是你看比亚迪是两百二十% 对 那你跟我们讲其他的 其他很多厂商都是一样 像什么极客啦 蔚来啦 这个所谓理想啦 小鹏等等 他们成长率其实都比你高 而且你来对比他们的这个车子 你看这个是 这个是蔚来ET5 然后比亚迪的海豹 摩扎S 还有极客101 你看他们的造型跟对比特斯拉的Model 3 你会觉得其实他们还比较好看 另外一个还有阿维塔11 还有小鹏的G9 他是跟Model Y对看的 你觉得其实他们还不错看啊 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 你除了外形 然后你的这个整体的这个 这个内装又比较好 所以我才说特斯拉在今年 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像我们就知道了 你在乎的不是内装是外形 大家都很在乎 我都在乎内装 我也在乎外形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就讲事实上 以这个目前为止来说话 伊隆马斯克已经变成是 美国人的过街老鼠 你今年又大降价特斯拉 让很多特斯拉不爽 然后你又收购推特的时候 搞得非常风风雨雨 很多推特用户就很 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让川普恢复账号 他们就很不满 那还有另外一个 他公然就说 我支持这个 这个共和党的候选人 所以导致什么 有一些民主党的候选人 大家对民主党的这个民众 对你不满 所以整个你看 这是他的好感度 一直不断的在往下跌 只有13.4%的美国成年人 对特斯拉有好感 所以那一直不断的在下降 上个月是16% 2022年的1月是28% 就一直不断的在降 越来越少 所以也就是说 我说过去其实 伊隆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 能够维持那么高价 有一部分是他的这个 他本身的这个溢价 好那你知道 我就讲嘛 为什么他敢在这时候降价 因为他还把一个秘密武器 除了说 除了说15%的那个四战力 还有一个秘密武器 这个秘密武器 就是已经被认为说 北美这个相关 这个业务代表的这个朱小鹏 那为什么要找他来呢 实际上他找他来 因为他过去一段时间 就是负责上海的 超级工厂的这个建立 还有这个整个营运 那你知道他是 他是一个工作狂 根据这个伊隆马斯克 或是特斯拉的说法是说 你看他每天早上 六七点的时候就开始开会 那一直开会工作一整天 然后工作一整天的时候 凌晨他也会发讯息给员工 然后你要 如果认了讯息给他发 电子邮件或是讯息的话 他都会即时回复 也就是24小时 几乎是昂彭的一个状况 他比马斯克还工作狂 那我觉得马斯克会欣赏他 一定是他是这样子 马斯克曾经说过 中国人很认真 那他还说 他很多事都亲自自己去做 他讲的一个故事是 过去上海超级工厂 在完工之后遇到台风 台风之后就屋顶上面有水 就他自己亲自 这个朱小鹏亲自带领了人 一起上去去把这个水 一瓢一瓢把它摇下来 这个故事就有点夸张 不过你就知道说 他其实是势必轻微的这个状况 但他来之后真的有没有用 他来到这个中国 来到这个所谓德州厂之后 你可以看到 这是德州厂的员工 那里面有一群人在这边 就是这一群人 你看他们都是这个黄皮肤 就是中国的面孔 他们是谁呢 朱小鹏把他的上海团队带来 直接带过去德州的 对然后改造整个德州厂 那改造有没有用 还真的有用 他说他们现在开始改造之后 原本的这个德州厂来说的话 一个礼拜 大概只有生产1000台左右的Model Y 结果没想到他们去之后 居然升到3000台 三倍啊 三倍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就知道 其实或许因为有朱小鹏来 或许是因为这样 所以伊朗马斯克有那个信心 可以降价去跟这个其他厂商 做一个杀价状况 不过无论如何 这个真正在杀来杀去 是公司倒霉 但是我觉得对于 我们的消费者来讲话 买到更便宜的更好的电动车 那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现在电动车真的已经到了一个 血腥战场吗 全部都大降价 而你给他讲 特斯拉本来不想降价了 后来大降价 是被比亚迪逼的 而且比亚迪这一招下去了以后 刚刚讲特斯拉这一招下去后 福特今天也降了 对 因为特斯拉大概一年 二零二年卖一百三十万辆左右 比亚迪卖九十一点一万辆 电动车看起来比特斯拉少 对不对 可以把油烈火的刷下去 比亚迪是超过特斯拉的 为什么 因为对于中国来说 你给中国一点机会 他就可以把握住 你有一点缝隙 他就可以突围嘛 他是变形丛 他是变形丛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因为对于中国来说 他其实一直切不进 所谓的汽车市场 为什么 因为引擎做不好 可是电动车是新南海 电动车我不需要引擎 我马达就好 所以他比的是什么 比的是 里面的演算好不好 里面的这所谓 自驾系统好不好 里面整个社会的氛围 那个开车 氛围营造好不好 比亚迪全部都做得很好 而且不输特斯拉 而且价钱只有特斯拉三分之二 所以现在比亚迪卖 哪个还要降价 对 形势比人强 比亚迪在这边吃了非常非常多的市场 再不降价的话 再配合中国政府 所以特斯拉降价是为了比亚迪 我跟你讲 而且中国政府在中国会给比亚迪助攻 他等于是企业家国家去打特斯拉一个企业 所以中国真的是这样子 对美国来说现在有认知 我只要给你一点点缝隙 我如果让你活下去 你就会茁壮 没有什么介于萎缩跟不萎缩之间 对于中国来说 只有死掉或成长 这东西是中国企业真的可怕的部分 所以就像华为一样就打不死了 对大家都以为华为挂 我以为华为挂 我人家笑华为去养猪 对不对 结果我看了他的营收 华为这样没有挂 他这样华为为稳 这是华为的轮值董事讲 什么意思 2020年的时候 那时候华为还没被制裁 前年的营收是8914亿 2021年华为被制裁 我们都笑华为去养猪 对不对 6368亿 你知道2022年营收下也出来了 跟2021年比完全没有减少 甚至还多了一亿 变6369亿 华为没有因为美国的封锁 而一蹶不振 反而在6000多亿的时候 指出了 维稳了 华为干嘛 我没办法做5G手机 对不对 我做4G手机也赚不了钱 对不对 他跑去做什么 做通信的基础建设 他开始干嘛 铺海底电缆 然后去铺这个4G的5G 就铺这个基地台 对 然后去跟这个金融机构 去做所谓的金融中间的连接 继续赚大钱 而且华为铺海底电缆 他竟然跟谁合作 跟中国解放军合作 铺到哪里 铺到太平洋岛国 铺到欧洲 铺到美国 这些东西 美军一看 我把你5G手机卡掉 就把你改铺海底电缆 而且前一阵子不是 发现中国要帮太平洋岛国 去铺电缆吗 背后谁来施工 华为来施工 所以美国这时候才发现 原来我光卡你5G不够 我现在要把你4G 把你Wi-Fi全卡 所以最新美国基地是什么 我除了禁止你5G出口之外 我的4G 我的Wi-Fi 6 我的Wi-Fi 7 我的AI 我的高性能预算 我的预算项 全部公共 全面封杀 我才有可能让华为 就它像个蟑螂一样 打不死的小枪 所以这华为 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 长沙天移科技 长沙天移 对 我们都以为了 在这个世界 都要低轨位置 马斯克第一个卫星最好 其实没有 在军事上最好是什么 合成孔径雷达 长沙天移科技 是一个被美国最新制裁公司 这公司做什么呢 合成孔径雷达 合成孔径雷达是什么 世界最好的监视卫星 就是合成孔径雷达 比如说我们一般卫星 去征照拍照 对不对 可是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你征照的时候 上面有一片云 或是厚厚的黑 这个黑云 你怎么挡住了 对不对 可是好像孔径雷达 是用微波 它可以穿透云层 打到地表 打到地表 反弹回收 透过所谓数学预算 把它合成成一个 这个3D的画面 中国合成孔径雷达 做到什么好处 不只解析度跟美军 做到一模一样 它甚至给什么 穿透云层 它现在给穿透什么 植被 穿透什么 厚厚的树 你只要树叶还有 我都可以穿过去 下面坦克车 我要把你找到 为什么被制裁 因为它发现 这个长沙天涯 提供雷达照片 给俄罗斯的军队 所以俄罗斯过来反攻是靠它 对 在俄乌战争里面 让他们不至于迷失方向 所以美国现在觉悟了 我原本的小院高墙 根本行不通 我把一个小小的关键技术 弄得高高的城墙 对不对 不好意思 中国开始在小院高墙 以外的那个泥巴 开始耕耘肥沃的钥匙 所以美国现在觉悟 我要进就全面的进 所以原本只进 机子外光机 对不对 我现在生子外光机也进 我原本进华为5区机变 对不对 我现在4区机变地 我原本抵制美国第一个卫星 对不对 抵制中国第一个卫星 对不对 我现在令你合成 孔径雷达卫星 我也抵制 所以现在的科技 这样全面开打 对不对 我没有想到 中美这场战争 打得这么样的一个激烈 而且刚刚讲的 那根本就是一个胶着战 那根本就是一个隧道战 根本就是一个割喉战 而这中间有一个 我们忽略的地方 就是非洲 你说因为非洲的一个存在 非洲跟中国的一个交好 西方世界失去非洲之后 让华为 让刚刚讲的 这个合成 合成孔律的一个伟大 让它的卫星 就是美国要围堵中国的时候 一个重大的破洞 非洲是破洞 这个破洞就是非洲 为什么呢 你知道非洲以往来讲的话 美国白宫前国安顾问 John Bolton就曾经讲过 美国要有非洲战略 但是后来一直到现在 完全没有 你知道华为被美国打怕之后 他干脆不跟你去做5G 不跟你竞争5G 我到非洲去做 我到非洲去做4G就好了 非洲不用5G 非洲不需要5G 非洲需要4G就好了 所以华为更大举进到了非洲 更夸张的是说 这些国家根本不需要 其他比如说三星 或者是Apple 他们买不起 买不起的时候怎么办 华为有制造便宜的手机 有制造便宜的基础设施的东西 难怪它荣耀卖这么好 是啊 还有它海外版的荣耀 这些东西在非洲都卖得非常好 而且他们只要简单的通讯 然后简单的会用智慧型手机 就可以了 那你看整个非洲多大 50几个国家 50几个国家在包含什么东西 包含刚刚讲的比亚迪 比亚迪在去年的时候 收购了非洲六大矿山 你知道泥电池的矿山 六大矿山 六大矿山 那你收到六大矿山之后 可以造成它什么 十年之内完全不用 害怕电池被其他超越 所以什么事情呢 我们以前都在讲 什么世界体系 以前我们读国际关系的 有一个叫瓦尔斯坦 他提到的世界体系 有核心区 有边陲区 今天中国就跟你打边陲区 跟你对付核心区 什么意思呢 你美国来对付我 城市包围 乡村包围城市 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概念 也就是说他告诉你 非洲你其他国家 因为英国跟法国 他们殖民撤退之后 当然后来很积极的是日本 但日本太小了 他没办法去 非洲整个吃下来 中国一去马上撒钱 把东西原物料 全部掌控之后 接下来他做的事情 就是消费市场 我们如果根据联合国的报告 2000 2100年 也就是大概七八十年之后 全世界的国家的这个什么 这个人口数都在减少 就是非洲国家翻倍 他翻倍 所以他坐一带一路 他只有他的战略思维 所以他是有人口红利的 是有人口红利的 那你是要人的话 就是消费嘛 所以中国就打这个 低端的消费市场 我告诉你 就是说我今天 我不需要给你卖到欧洲 我不需要卖到你美国 我就卖非洲 我就卖这些第三世界国家 就像我的电动车 我没有办法坐到自驾 我没有坐到非常高的感应 可是我只要能够用电动来发车 然后我只要 我本身的性能够好就好了 是 只要能够用就好了 他这个概念就是这样子 因为穷人有穷人 你看国际社会富人比较多 还是穷人比较多 当然穷人比较多嘛 所以穷人用的电动车 跟富人用的电动车 就不一样了 那中国他专打这个东西嘛 所以他就是把那个量 极大之后 再来跟美国对抗 所以看谁能够撑得比较久 你美国那些高端消费 就是这样子而已 你的市场就这样子而已 那我的低端消费的话 集中全世界包含集中第三世界国家 来跟这个美国对抗 这就是中国目前 不管在政治上 还有在经济消费上来讲的话 最大的这个重要的一个策略之一 现在中国在非洲 已经站我的脚步了 所以换句话讲 如果美国要再进去的话 真的非常困难 好 另外一件要讲到的 现在真的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 也就是我比较迪不办高神 我把我这个电动车做得好好用就好 但是现在西方世界 如果要赶过去的话 他们现在只有在什么地方 只有在自驾上面 进到L3的里程上面 才可能压制中国 对 很多人不见得搞清楚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 4 差在哪里 简单讲 现在你看到所有车 比较好见大概都是Level 2 可是Level 2要求什么 你开车的时候 你眼睛还是要指示前方 手要握在方向盘上面 你手不可以离开 可是Level 3会允许你眼睛 去做别的事 手离开方向盘 这个东西就是自驾跟非自驾最大的分业 对 你现在Level 2只能说到半残 可是到Level 3的时候 就真的已经进到自驾环节了 而这个东西它百分之百靠晶片 现在宾翅已经做到 可以做到Level 3 我们现在看到这宾翅Level 3的自驾 宾翅这个Level 3自驾是允许什么 在40英里以内 就是说时速大概64公里以内 你手是可以放开的 你眼睛是可以注视别人的 你可以传个简讯 你可以吃个早餐 你甚至可以打一场电动 宾翅已经宣布 他已经进到Level 3了 不是 而且他不是宣布进入到Level 3 Level 3其实做得到 可是宾翅的例外是什么 他开始在德国申请 我Level 3合法化 合法的 对 我在美国现在 他的内华达州也得到Level 3认证 什么意思啊 当一个车场做得到Level 3 我在实验室做到是一回事 我敢跟这个国家 或者跟这个州申请 又是一回事 我申请代表什么东西 我未来 如果在你宾翅的Level 3的车子里面 我真的打电动 我真的吃早餐 撞到人或撞到车 是你宾翅要赔钱的 这个行责不是我要负 所以宾翅敢做是对于 自己的技术有百分之百的 这个把握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未来你真的可以做到这个东西 你看你可以在车上 这个发呆 聊天 看电视 唱歌 看电影 划YouTube 划IG都可以 而且宾翅这个还有个特点 什么东西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睡着 它时速会越来越快 对不对 假设就是吃啊吃啊吃啊 比如说你前面塞车 当然是时速只有六十几公里 没车你当然加速 你加速的时候 他发现他会一直提醒你 起来起来起来 然后各种闪灯 他叫 如果你真的睡着睡太爽 他会靠到路边 就停下来 是吗 对 然后报警 然后把你门打开 所以其实很安全的 可是问题是 你看这很炫对不对 它背后代表什么 代表是晶片 代表是人工智慧 代表是云端运算 代表是大数据运算 这东西 所以美国只有 靠到这个阶段 去卡住中国 对 所以你不要 你当然去坐电动车 OK啊 我电动车啊 轻自驾 我里面很漂亮 氛围灯啊 气氛都OK 可是问题是 你如果拿不到 Level 3的晶片 Level 3晶片 至少什么 至少7奈米或5奈米的晶片 7奈米 5奈米 全世界谁做得出来 台积电跟三星 所以美国把中国 封锁来这边 其实也就是画一条红线 让中国永远无法越界 好 所以董事长 拜登上台之后 你当时就注意到一条新闻 是因为拜登全力的 去推动的所谓的电动车 他甚至往自驾车的发展 他甚至还要求说 第一个 我要大量的设电动装 还有我现在包括 我的中央的这些车子 全部改成电动车 代表说 这是我一个主战场 可是没有想到 这个主战场 对决的对手 不是日本 不是欧洲 是中国 一直都是中国 一直都是中国 现在是中国 现在这两年的发展 尤其这个 你看他现在这两年的发展 是突飞猛进 目前来讲的话 全世界今年 就是2023年 预估的美国 全国的电动汽车 小汽车市场 大概是需求是200万辆 欧洲是300万辆 你知道中国多少万辆吗 对 800万到1000万辆 你看这个可怕的金额 可怕的数字 那去年的数量多少 去年中国的六百五十万辆 前年多少 前年是两百 350万辆 三百五六百五一千万 中国等比 但是倍数的成长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 可怕的数量 所以几家的电动车公司 全部都成长 当然我们刚刚谈到比亚迪 是最这个发展是最迅猛的 比亚迪今年是做一百八十五万辆 一百八六对 一百一百八嘛 一百八明年要多少你知道吗 三百万辆 明年比亚迪一家要供应全世界全球三百万辆 是 那特斯拉做多少 多少 特斯拉明年是两百万辆 所以就很简单道理嘛 比亚迪一家做三百万 你就跟特斯拉比特斯拉两百万嘛 他超过他一百万辆 一百万辆 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数字 我告诉你 中国政府补贴一部车 一点二六万人民币 补贴 政府补贴给你 你做一部车 我给你一部车的钱 就是相当于美金是多少 一千八百七十块钱美金 那我讲这个概念上 再讲简单一简单 福特今天宣布降价 对 福特也降价了 你知道福特降价是降多少钱吗 降六百块钱到五千九百块钱美金 这福特啊 福特降六百块钱美金 最低的到最高到五千九的 它的SUV开始在降 就是这个野马嘛 Muston SUV 那你算算看 中国政府补贴是一千八百七十块 中国政府补贴的钱 就比你福特降价好几倍 最低的好几倍三倍嘛 那我就问你很简单这个道理 那在这种价格政府补贴情况之下 欧洲车你特试他怎么跟他比 这简单的道理嘛 价格都把你打死了 这就是价格优势 不要吹牛了 所以难怪日本跟欧洲现在这么紧张 我刚才讲 全世界的最大的市场 在今年二零二三年 中国的使用量最大一千万辆 一千万辆里面中国车占多少 占百分之八十 那你跟洪海非常熟悉 洪海一直想挤进去 这挤真的还挤假的呢 洪海一定会挤进去 洪海在中国挤不进去了 因为洪海的市场不是在中国 洪海现在他要做的是美国供应店 因为这个中国供应店 洪海没有机会 中国论定会占满了 通通就是中国 他补贴你怎么跟他搞呢 你怎么挤也挤不够他 他政府补贴给你 但是听说这补贴今年停止了 今年停止以后 那请问你降价会停止吗 不会停嘛 杀起来了嘛 因为已经杀了嘛 所以不停地杀下去 我想讲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中国如果一年做一千万辆的车子 它的生产的成本 在不要 光是那个production cost的本身 cost down的能力 就比你其他国家要强很多 你的欧洲车 福特车怎么比 你欧洲车 你BNW怎么跟他比 那日本车还有救吗 日本车 日本车没人在谈了嘛 对不对 日本车现在油车 现在还是第一名嘛 可是电动车已经落后了嘛 那数量来讲的话 当然在 其实都在集体直追 但是现在福特跟大众 本来在欧洲合作 现在也拆开合作了 两个又拼起来了 对啊 所以现在完全 Mercedes 宾示车也降价 宾示车电动车也开始降价 全部进入这个 什么厮杀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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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海战争 完全是绝对的红海 完全进入巷战的阶段 这个一阵乱砍的情况之下 最后谁能够存活嘛 那你看都是大公司在砍 那问题是中国有四家公司 他有他有这个 有这个比亚迪 有小朋友 理想 有未来 这四家公司分时 这一千万 他不是一家公司给你拼 他今年的 今年的一千万辆 假设他整个战略 占了八成 占八百辆 全部中国车 对不对 八百辆里面 你把这个 然后你还有海外 你八百万辆 你假设你现在 你扣掉这个比亚迪 三百万辆的话 最后还有五百辆 他其他几个还在拼 还是比那些 孩子多 他说大多的不得了 那这个数大就是美嘛 他就大量生产 我们我们谈过 我们高科技 台湾最有名的嘛 就是一个 一个价格 一个大量生产 一个价格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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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降价嘛 这两个条件 一出现的情况之下 你其他国家很难拼 然后政府再补贴 所以他在这种 所谓的这种平民车的部分 就一般车辆部分来讲的话 未来中国车一定是世界第一名 这不会有意外的可能性 这个中美大对抗的时候 没有想到出现一个非常恐怖的结果 现在中国美国不是全面包围吗 包围以后 我不给你市场 你的东西销售不出来 你不能销售到了美国 你现在到欧盟 你都受到了打击 结果中国就出现一个什么 过量的产能 产能过剩之后中国干嘛 我就拼命 这个跳楼大拍卖 跳楼大拍卖 已经冲击到这个世界了吗 对 没错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中国可以说是用 请销的这个产能出来 让全世界的这个经济 受到非常大的这个影响 所以在这一次的 拜席会里面来说的话 他们两个应该会谈到 部分经济的议题 特别是你中国请销的太严重 那很严重吗 事实上这连华尔街日报都说 中国想要借低价出口 消化过剩的产能 然后引发他国的担忧 也是目前为止来说 因为中国他自己本身经济不好 国内没有人买东西 譬如说车子 车子产出来没有人买 那怎么办呢 我知道把它卖出去 那卖出去的时候 我可以用非常低的价格 把它卖出去 所以你看 这个在港口上面的车 保贼这个车全部都要卖出去 今年的这个中国车子 卖的相当相当多 而且现在很多车系 原本他们没有这种滚装轮 他们现在都要去买滚装轮 我们现在就是以出口为主的一个状况 好 那为什么会 所以中国的汽车现在跳楼大拍卖 对 那因为为什么 因为今年中国还有遇到一个问题 人民币贬值 人民币贬值会导致什么 中国卖出去的东西变得便宜 所以中国出口商价格的话 比这个今年大概下降了20% 所以全世界目前为止 电动汽车 太阳能电白 全部都受到它非常大的压力的情形 你说别都不讲 我直接光汇率就涨了20% 对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好像都没有注意到 其实欧盟一样 欧盟就说你电动车 这个请翻补贴 我们要调查 然后美国就说 你来自中国的渡习金融 我要给你磕睡 然后印度来说话 你的商品是不是有请销化学用品 然后越南开始请销说 你是不是有风电塔 所以现在全世界 连越南都受不了 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在调查说 你中国是不是用太便宜的价格 往外输出 这会让全世界的经济 完全出现一个大乱的局面 好朋友 不但是华尔街日报非常的关系 连纽约时报都特别做了一个专题 说 当我们开始现在这个 他们现在在中国 大量的去制造 所谓的超级舰队 为什么制造超级舰队 东西不是卖不出去吗 卖不出去我就想办法卖出去 想办法干啥 我就卖这种大轮船 大轮船是 汽车一辆一辆的出去 一辆一辆的出去 那个便宜到 我无法想象 对 没错 这种船 这种类似舱 这个舱 舱太宏的 这种滚装轮 在过去一段时间 中国还没有往外出口的时候 全世界只有四辆这种船 这种船的订单 就我们想到2022年的时候 全世界的订单来到了74辆 几乎全部都是中国人 从四艘对新四艘 然后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全世界代造的这种 这种滚装轮 有170艘左右 170艘来自什么 来自中国的比亚迪 齐瑞等等的中国制造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准备要把他们的 这个这个 他们的车 通过滚装船 把他送到全世界去 卖到全世界 对 那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话 因为他们在做 在做目前为止 全世界最大的滚装船的 这个组装厂 也就在中国 所以中国的电汤工就说 我每天工作12个小时 然后中午也两个小时 回家休息 然后就骑回来吃午饭 然后马上这个 这个船舱里面来说话 这夜里面灯火通明 然后商业班 一直不断的在加班 虽然事实上 中国目前为止 也是不断的在 坐这种滚装船 然后想办法 把他们的车 往外请销的一个状况 所以中国现在 卖一台车 我们讲以前 我们台湾的西美 Civic 它居然是卖到39万 所以你知道中国的车 对全世界破坏力多大 你看我们现在讲一下 这个很多台湾人都很熟悉的 这个西美这个车款 因为中国有自己做了 这个西美车款 所以中国的西美车款 大概原谋卖8.9万 这个新台币是39万 可是如果要卖到台湾来说 至少是139.9万 也就是说 100万 当然这有税的问题 但是因为还要运输费 但是未免卖得太贵 中国为什么会卖得这么便宜 因为很简单 原本中国也没有那么便宜的 但是因为今年 中国景气很差 所以我原本的价格 我又往下降 所以等于是说 现在它价格 因为产能过剩太严重 我只要降价求售 所以它今年 Civic 对 只要39万 对 同样你在台湾叫139万 好那你就知道 台湾都这么大压力 那你根本不用讲 欧洲也是一样 你看目前为止 你只要在中国车市 你看湖北省的补贴 等等的专享车 然后有那么多车款 然后最多可以想到 6万块人民币 补贴6万块人民币左右 那就快30万了 对好那另外一个 这一台车也是一样 这台车来说的话 这个玉龙日产的一台车 叫Aria的这台车 这台车来说的话 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以中国大陆本身来说的话 约莫是61万台币左右 因为它还有折价 折价给你的时候 就没想到这台车 听说来台湾的时候 价格可能会175万 这也差太多了吧 差了100多万 另外还有另外一台车 也是一样 雪铁龙的车 C6 C6来说原本是21万人民币 就没想到 它现在把它降成12万 因为中国车真的卖得太糟 中国经济真的太糟糕 你看所有车都是一样 都马上就下调 中国在下调有一个是电动车 有一个是燃油车 电动车我给你杀价 那燃油车没人买 所以燃油车杀得更凶 对 那所谓的这些燃油车 卖到全世界的时候 你就知道它用多低的价格 会卖出去 反正这些厂商 我只要当现金就好 反正我就无所不用其籍地卖出去 所以他们为什么 该那么做滚轮船 因为都要把这些车子往外卖 所以事实上全世界 为什么会很担心 中国的这种所谓杀价 也难怪福特汽车首席财务官 他会讲说 现在价格下降的速度 比我们想象的更快 对 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如果你用这个 所谓他们的这个统计数字 电动车的平均售价是 五万多美金 低于上年同意 去年还有六万五 你看一年之间 从六万五变五万 一年之间就跌了一万五 到底是什么回事 所以你就知道说 中国的低价景 要对全世界造成多大的冲击 所以从一百八十万一百九十万变成一百五十万 好那除了这个车子非常严重之外 另外一个 因为他们往外卖出去之后 但是你知道 因为他们的价格 他们大部分的往外卖的话 大概要两倍的这个价格 譬如说你就知道 以这个全新的这个Evo的这个价格来说 在中国大概是约莫是十八万到二十六万 但是他卖到海外去的时候 约莫是两倍的价格 两倍的价格他还有赚 所以为什么他们要往外卖 往外卖就是因为我卖出去 我还有赚啊 即使是两倍价格 问题是我们就给大家讲 你即使是卖两倍价格 三十九万变成是八十万好了 还是比他们偏很多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往海外卖 因为往海外卖 不单价格可以比较高 我还可以出村民把这个 这个请销出去 所以让中国目前在做一个 一渐二狗的这个情形 也难怪说 现在全世界财新媒体都担心 中国要用低价出口消化过剩产能 现在其他国家都吓死了 对 没错 那你知道这个里面报道就说 中国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刚才的宝洁讲 有两种嘛 一种是电动车产能 对 一个是燃油车 电动车产 另外一个是燃油车 他说燃油车 目前有一千五百万辆的燃油车 才能处于闲置状态 是没有任何工 等于说一千五百万卖不掉 对 所以我闲着也是闲着 对 我就把你低价拍卖 对 反正我这个工厂 当迁金 我工厂来说都要运作 我只要能够卖出去来说都是赚 所以事实上目前为止 他说今年已经出口了四百多万辆 所以就说他这些车出来之后 让大家的这个价格 完全都受到一个雪崩式的影响 难怪现在讲欧盟 现在被中国汽车打趴了 对 那你知道昨天晚上美国公布了 这个十月份的CPI是零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来说 应该中国的低价景象 应该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等于是他把他自己的通缩 往全世界送出去了 全世界现在都面临到 中国的价格在崩跌的一个状况 而且你还挡不了 所以大家就讲 那以前2008年 太阳能板的噩梦又来了 对 没错 所以把全世界产业打趴了 对 没错 那目前为止来说 太阳能已经被中国打趴 但是你知道 目前为止来说 中国还是继续要打趴 为什么 他们有一个公司叫 农基绿能的这个总裁 他就说了 目前为止来说 我们准备要在 因为目前为止 中国的产能 也是严重过剩的一个状况 他就说 我把价格往下调了 50% 那50%之后 他下一步就是准备要往外请销 往外请销说 所以现在大家完全 欧盟的这个 这个所谓太阳能板厂商 完全穿在蛋 好 除了这个太阳能板厂商之外 还有另外是钢铁 钢铁来说 因为中国十月份出口的 这个价格 同比也就叫去年比 大概下滑了60% 60%之后 结果没啥 钢铁的出口 增加了53% 难怪我们现在中光这么辛苦 中光还要买裤藏库 翁朝栋 为什么他写那个信 就是说 这个建厂以来 最艰坤的一段时间 因为你这怎么拼你 你也拼不过中国 中国它自己本身 过去经济好的时候 它的钢 它的太阳能 车 在国内卖都卖不够了 不过他现在经济很差的时候 卖不掉 他现在就要往外卖 往外卖的时候 搭配今年的中国人民币 又往下降价 他便宜的东西 往外全部输出的时候 我就讲 接下来全球搞不好 会面临到一股全球通货 因为我们过去很担心 通货膨胀 接下来搞不好 会卖入通货紧缩 因为中国不断地 把这些东西往外卖的同时 会让全球经济感受到 一股股的低价风潮 我们来看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曾经掌握 整个全世界 最大汽车极端的 丰田张男 现在当然他已经交报 即使他交报 他还是日本汽车协会的会长 等于说在日本汽车协会里面 话罪也跟当 可是你看到没有 他现在这个表情 傲赌度 脸色非常难看 而且在下面这张照片 更明显是 他是坐着车子 在一个宅男场里面 在那场里面 他的眼睛一直盯着一个地方看 他在盯着什么看呢 盯着这台车看 这台是什么 这台是比亚迪的电动车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日本的车站 现在叫做日本移动站 这是日本一年一度 最大的汽车站 本来 丰田要在这边大展身手 这个地方是日本的主场 也是丰田的主场 更是丰田张男的本命区 可是没有想到 我在这个地方 我要彰显丰田汽车 已经往电动车发展 已经往新能源车发展 可是没有想到 目光全部被比亚迪吸引 所有的报道 全部都着重在比亚迪 之后 有人形容 这一个动作 这样的一个现象 是日本第二次的黑船来临 没错 最近日本在召开 所谓的日本的移动站 那日本移动站 其实像过去的 这个东京车站 它因为现在已经改成 主要要拼什么 电动车 所以它变成是移动站 但没想到 原本是日本的主场 日本要出大秀一场 结果要大秀一场的时候 这一次 这个比亚迪 登陆来跟你踢馆 那登陆踢馆之后 人家就说什么 他敲开了整个 日本的电动车 可能是不堪一击 不堪一击 所以你知道 他们就说 EV霸权竞争来说话 他们说比亚迪 就有点类似像 美国的这个海军的黑船 开进这个日本一样 踢开大门 对 踢开大门 它让你知道说 你过去的 过的是安逸的生活 我现在要颠覆你 如果你不来一场 所谓明智维新的话 你整个日本的这个车厂 可能会完全覆灭 这个状况 好 所以是 今天就特别提醒我说 你要注意到 丰田张楠这个表情 他等于说是一个霸主 他过去在汽车业里面 他是等于说话罪也跟当 他等于说 可是这个霸主 在你的主场 在你的本命区 在你的车站里面 你的脸居然如此难看 对 没错 这是丰田张楠 过去的这个丰田家的 丰田汽车的掌门人 他虽然现在交办给他的 这个所谓他的接班人 但他其实还是幕后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股东 跟一个影响日本汽车业 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这次也来参观了 日本的移动展 参观的过程里面来说 他其实满脸都是忧心 忧心忡忡 特别他看到这个参观的时候 他更是一直看了非常久 而且非常忧心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比亚迪的这个车厂 比亚迪的这个摊位 比亚迪的摊位里面来说 为什么他很担心 第一个 比亚迪的人相当相当多 很多日本的媒体 很多日本的这个 所有的他们的这个消费者 都去看比亚迪的汽车 可是不对 这个是日本移动展 这个是日本要展现 他未来车的一个原型 对 我们看到 这是马自达的车子 那我们看到 这个是三菱的车子 所有的车子都是精锐进出 我把这么未来的现代车 全部未来的这个所谓的概念车 全部放到了日本移动展 为什么焦点却在比亚迪呢 没错 我们就讲 事实上这次日本的移动展里面 各家精锐进出 Honda 或者说像这个Toyota 然后这个Mitsubishi Masta 或者说各式各样的车 这个伊苏鲁的车 全部都出来 他们就说我们未来日本的这个方向 要往上来 哦你看 要奢华有奢华 要好的这个概念车有概念车 可是问题是什么 大家现在在看的是电动车啊 你不要给我看太多 现在可能燃油车的这个方向 这都不太对 你也不要告诉我未来是什么啊 而且你的价格都很高啊 我们都买不起的一个状况 所以变成是这样 大家都为什么要去看 这个 比亚迪 因为比亚迪是我们买得起的车子啊 而且 都不看 为什么就会看那辆车 那辆车就现场展示 这个比亚迪 你不要看起来在外表上 好像没有什么期限 在现场 直接的原地360度回转 对 为什么大家去看呢 你看为什么这个风景上来在那边看呢 因为大家在那边 呼呼呼 在那边欢呼的声音 为什么要欢呼 因为第一个它秀出什么 它秀出所谓的 因为这一台车就是比亚迪的高阶品牌 叫仰望的这个越野车SUV的U8 它第一次在海外亮相 这个比亚迪 越野车 你看它造型也算是蛮有这个设计感的 那重点是什么 它可以这样 直接在这个地方 它就直接用轮胎的方式 直接在那边转弯 而且它可以转三 你看 直接转360度 直接转360度的一个状况 而且 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因为他们在旁边秀 他们说我只要用这个 我们很简单 我们只要用手机控制它 手机控制它 我是说用新手在上面的话 你只要控制 等一下 它底下没有转盘 对 它可以360度回转 对 那你只要在上面的这个屏幕里面 点说我要让它360度转 它就开始这样转转转转转 白姐 这赛太有噱头了吗 所以为什么很多日本人 全部都在那边看 这样的状况 那这样 事实上这个 它就是用一个平板 用一个手机 对 你刚才这样转 我要你转几度 你就转几度 但是完全就是说 我们把汽车当成是手机 来运用这样的状况 那这完全颠覆了 很多日本人的想法 那日本人的一个汽车 这个制造公司的这个高层 就告诉日经新闻说 他说我们现在完全没办法跟得上 他说为什么 因为他说不是因为我们日本的 这个技术能力跟不上 而是人家用不一样的想法 不一样的思维在造车 他说现在的比亚迪的这个造车方法 就有点像快时尚 他要求快 而且现在有什么功能 我把它放进去 它放进去的时候 比亚迪现在设计车子了 因为日本车厂都这样 我要设计一个车厂 我要先把工程师找来 然后这个设计师找来 我们把它弄成一个原型车 打造原型车出来之后 然后再去设计 这个太慢了 不是这样吗 你看日本 中国不是这样 中国他就直接在这个设计 用电脑 然后用估算之后 然后就设计 可惜我就做 做的话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口味变化太快 我就用这样不断的 变化的这个状况来说 我可以打进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心态 所以人家就说 这个我们未来日本的车厂 恐怕我们技术不是比较差 而是我们在快 快这个方面来说话 我们是完全打不过中国的 所以你就像一个时尚的品牌 等到你这个有概念 有概念设计好之后 打样 都已经半年一年了 人家一个月就做出来了 就像为什么大家不看这个车子 这个车不知道多久才会出来 但是比亚迪的车子 搞不好我们今年就买得到 他直接在你面前打算 所以就说 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好那你知道 事实上这一次 你照理说 而且刚才讲 那不是我们讲的 那是日经亚洲讲的 他说中国的比亚迪 根本已经打开了日本的 而且他还比特斯拉 更有竞争力 对 没错 好那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这一次的比亚迪去 你要讲 哇这个比亚迪 车子在那边 这个所谓大放异彩的时候 那王川普应该也是 可是宝杰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就是王川普本人 他在日本 没有人认识他 你知道原本一开始 要办这个所谓 记者召的会 把你找来的时候 王川普人就在那边 但是没有人认识他 后来呢 后来是因为比亚迪 人上来就鼓掌 欢迎王川普先生 他才来 所以他很低调 没有人认识 而且但是呢 他没有关系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站在 这个比亚迪的摊位旁边 看这个日本人这么疯狂 他是笑了 笑了非常大声 然后觉得 哇这一次我来了 果然是对 而且是踢馆成功的一个状况 好的 另外就是我最近看到 孟格在讲王川普的时候 我有点惊讶 是 因为王川普以前 是郭台铭最大的敌人 当然 那现在 他是特斯拉 伊隆马斯克 最大的敌人 对 没错 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伊隆马斯克 你要说他全世界 最怕的一个人是谁 可能就是王川普 为什么 因为王川普做到 比这个伊隆马斯克 几乎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最近 瑞颖针对这个 王川普下面有个海报车款 跟特斯拉的这个Model 3 他们来把它拆解 那最近一段时间来 不是很多中国车厂 被特斯拉降价 杀了死去活来吗 未来汽车都已经出现了 这个财务可能会痴减的状况 但是呢 他说 你这样杀 搞不好你最后人 会把特斯拉自己杀死 你要小心这个BRD 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拆解来说 这个特斯拉 他的这个毛利率 大概是14% 在中国制造 但是呢 这个BRD的这个海报 有16% 所以他还可以跟你杀 你要杀的话 你杀不到他 你反而会被他杀死 所以为什么特斯他这几天呢 他反而Model Y 在中国涨价 因为他知道 不能再杀了 我再杀 我会杀死我自己 所以BRD有这么可怕吗 对 因为他的零件很多 都在自己在中国做 另外一个 他70%零件 是自己做的 而且他的电池 也是他自己设计的 所以他完全都是不一样 所以他等于是说 你要问伊隆马斯克 哪一台车 可能会变成是 你的心腹大患的时候 他绝对会说是BRD 好那你要讲 为什么BRD那么厉害 我们讲BRD 多厉害 我们从蒙格来说 蒙格他有投资 为什么巴菲特 会去投资王川府 就是因为蒙格 他喜欢王川府 所以他叫巴菲特 去面试他 孟格喜欢王川府 对 面试他之后就说 他可以投资 所以当时巴菲特 去投资王川府的时候 郭台铭还很生气 所以你没有眼光 对 但是那是因为 那是孟格的牵线 所以不是巴菲特 巴菲特只是跟他 interview说 因为孟格一直坚持要买 那巴菲特只好说 好啦 那就买了吧 好 他说什么 他说王川府是个天才 然后他拥有工程学的 这个博士 而且他早上看到 某几个美国零件 下午就可以做出来 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人 他是一个天生的工程师 他 我把他真的捧上天 他说他是爱迪生 跟Jack Walsh的这个两个的结合体 我们知道爱迪生是个发明家 Jack Walsh是把这个所谓通用 把体力电器做好了 把财务做好了 所以他等于是又会做工程 他就把那个六个标准差 用到极致的人 对 就你又会这个发明 那你又会做个所谓管理 这个太厉害 所以一定要投资他 但是等一下 王川府到底有没有这么厉害 我们讲几个故事给他听就好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 非常厉害的工程师 为什么郭台平董事长会很恨他 因为第一个 当初当初 王川普一开始做这个 最早做这个电池的时候 他是去日本公司 因为以前中国没有这个电池的技术 他是去日本公司看人家生产线 回来之后他就自己 已经会这个生产线的组装 大概被他摸出来一个大概 看生产线就会了 那另外为什么 为什么郭台平会讨厌他 他原本要接他电池的订单 把他请来说 那你来我们生产线看一看 想说未来 你大概有机会变成是我的大客户 就王川普也是去他们生产线看一看 看一看之后 回去几乎是就可以copy出 他几乎原本的生产线的大部分了 copy富士康的生产线 所以为什么 王川普为什么 为什么他回去就开始在跟他抢单 就是因为他就知道 原来你是这样搞 那我也这样搞 那我再挖你的人过来 我就可以完全复制跟你一样 他是挖红海的人 所以就知道他其实 我们必须说他真的有他厉害的这个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孟格会这么喜欢他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才说回来讲 现在他带领比亚迪攻到日本去 当然一定会变成日本的心腹大患 只是日本要怎么样取国来迎击重要的敌人 所以市长 你是长期研究财经的 在研究财经里面 电动车是未来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当然 这个未来对这种项目 你们刚刚讲的 你要研究电动车 你要去了解特斯拉跟比亚迪 两雄相争 到底谁会独得赢得天下 没错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当然两个这个是最厉害的 但是周边国家都遭殃 我看日本厂商几乎现在 他们为什么那么紧张 因为他们在这一次 为什么用黑船 因为再不改革地 真的就完蛋了 好 第二个是什么 欧洲厂 你看这是日经中文 欧洲的这个车器 EV的这个转型 遇到这个困局 然后他们找中国厂商求检 为什么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越卖越多 越赔越多 比如说以Volcewagen 他们目前为止来说 你看他们EV的这个销售量 是同比增加45% 那很厉害 但是销售额的利润 是从8.4%降到6.9% 也就是说 卖越多电动车 赔越多钱 我多卖了45% 对 可是我的利润 就降了一点多% 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电动车的这个 目前为止来说 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烧钱的这个项目 甚至连这个也是一样 宾世的这个CEO他也说 我们EV也成长了82% 但利润率只有13.6% 也下降了1.3% 因为这些外部零组件都太贵 因为跟过去 这个所谓电动车 跟燃油车的EV 所谓的零组件 是完全不一样 特别是电子这一块 所以这样 Volcewagen现在决定什么 好啦 那我就跟你 中国合作 他现在跟小鹏汽车 互相合作 同时他也买了这个 中国的很多 这个电池公司的电池 所以那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全世界 这个整个这个电动车的困局在哪里 显然目前为止 以这个过去我们讲的 三电系统里面 至少在电池这一块 恐怕中国的优势 是相当相当巨大的 好 董事长 我们刚刚讲的 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封锁 跟打压是上穷必落下黄圈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AI AI不是讲的 本来NVR的H800 A100 A800 H800 是可以卖的 现在什么都不能卖的 我现在全部都防堵 可是你一次性就一直讲到 电动车它防堵不了 电动车 现在中国已经取得优势了 中国现在已经变得里头一样了 再加上现在美国的这个车厂 又在罢工 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 我倒想怎么可能 这一次真的让我叹为观止 这是在东京移动站 这是东京过去的车站 东京的车站是日本的主场 结果没有想到 比亚迪去了以后 刚刚讲 全部日本的媒体都在暴走这台车 它居然可以原地打断 难道比亚迪跟特斯拉 是我们观察整个电动车 最关键的两个厂商吗 东京车站本身在全世界 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 车站的一个平台 那它从2019年开始 已经休息到这一次 今年已经通过三年四年以后 因为中间有疫情的起来因素 不只是疫情因素 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 日本车本身没有什么认证力 所以拖到现在 没有什么新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 大家行业间之间的一个共同的 共同知道的一个认知 当然你看到前不久之前发生在 慕尼黑车展的故事 同样的故事重演而已 对 因为很简单 你看到欧洲的车 在慕尼黑车展也是一样 很明显的是大幅度的是在成本上跟技术上合并体的一个落后 对 这个虽然 虽然看起来比亚迪不怎么样 但他在整个竞争力上来讲的话 是目前在欧洲上表现很不俗 我们特别要讲的是 Toyota的丰田 丰田的概念 他的战略上的概念 跟其他的公司不一样 因为丰田的总市长 就是这个丰田张 他相信 他的信仰里面 他认为 这个混合动力车 会一定会在EV车 大流行之前 有一段过渡 所以他坚持到今天 他不愿意放弃混合动力 结果倒变难看了 因为会在事实上证明 已经是换代了 就是中国车 直接跳过去了 从特斯拉为首跳过去 然后中国车大量涌进 这个已经是市场上的主流了 所以在这上面 已经目前显然的落后 日本人就开始做梦 我们将来要赢中国 赢全世界就是靠固态电 因为现在所有锂电池的极限 已经到达了 它的车速 它的航程等等 都已经受到一个 已经到达一个 到一个最高点了 要突破的话 一定要有新的科技突破 要符合ESG的观念等等 所以他只有 那丰田一直拼命 在干这个事情 你知道吗 丰田坚持搞这个事情 所以不能有一个本梦比 那第二个计划是什么呢 它是大量的投资什么 投资其他日本的车厂 包括从哪里开始 从苏巴陆开始 从这个马自达 从这个Suzuki 然后到伊苏里 在林木 这些通通它都大量投资 所以它是里面的 很大一个鼓动 所以其他 各个车厂如果赚钱的话 它也跟着能够复活 它还是能够赶上 这个时代的潮流 但是不管怎么讲 丰田跟日本的这个 整个国民的气氛是相同的 大家已经老旧了 体力不堪了 老旧 就等待一个新的奇迹出现 那真正的奇迹 在科技上来讲的话 就是固态电池 所以这个虽然 可能是一个白日梦 但是大家 日本人就一直 有这个唯一的憧憬支持 支撑他们 继续在这个车 这个汽车产业发展 请不吝点赞订阅